这是女人近一周以来的第34次相亲 男人没有进入约定的餐厅 而是绅士地在门口等待 也正是这一行为 让安妮对她的印象大好 不过这个陌生女人的出现 却打消了她对男人的看法 安妮看到这一幕 直接就在内心给她打上了一个渣男的标签 然后转身出了餐厅 男人跟了上来想要解释 她无从辩解 正当安妮要离去时 女人像你很累 哦,我很累 我对不起,我不是那一位 我刚才有一个恋爱人 淋上你 恋爱人? 是的 哦,有另一位 为什么不让你多喝一碗 好,好 好,好 走,你巨大的疾病女人 好,你恋爱人 就这样 安妮的第34次相亲已失败告终 愤怒的她回去就将这件事以文字的形式发布到了网上 发泄是一回事 但更多的还是因为工作 安妮所上班的地方是一家即将要倒闭的杂志社 为了能够在失业后有事可做 她在网络上开设了一个名为倒霉神的账号 专门记录自己的各种相亲经历 而她的第34次相亲 惊意外地在网上大火 破骂杰克是渣男的人不在少数 这件事甚至引起了老板的注意 安妮还以为她在为自己找好后路而生气 但却没想到 老板不但默许了她的做法 更是表示会出钱帮助安妮做宣传 可是有一个前提条件 那就是继续找到杰克约会 思虑再三 安妮还是向她发去了短信 杰克本不想答应 但身边的老板却是善意地说道 安妮没想到事情发展会这么顺利 简单收拾了一下便出发 刚下楼 她还是一如既往的绅士 直接来了楼下等待 口头上互相原谅对方后 他们开始了第一次的正式约会 两人来了酒馆 杰克自信地站上舞台 众人纷纷露出了期待的表情 安妮示意她停下 一旁吃饭的老太太也没了胃口 玩笑过后 安妮询问她 两人第一次见面时 那个女孩为什么会朝她泼酒 杰克编造了借口敷衍 因为如果她说出实情 说不定安妮也会那么做 原来杰克有一个十多岁的孩子 她对于父亲找女友这件事很是抵触 脚合捣乱是常有的事 朝她泼酒的女孩便是受害者之一 她也不想隐瞒实情 但担心父亲的事实摆在这里 相信任何女孩都会望而却步吧 两人用完餐回了家 杰克暗示自己想上去坐坐 安妮回来就将今天的约会过程 上传到了网上 第二天她的文稿阅读量达到了惊人的五十万 从这以后 她开始不停地喊杰克出来约会 但这种不断在网络上曝光的事 尽管是匿名发布 又瞒得了多久呢